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事件 首先需要大家熟悉两个概念 发布者和订阅者 通知某件事情发生的就是发布者 对某件事情关注的就是订阅者 发布者是干什么的呢 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通知给大家 订阅者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关心的某个事件的发生 那么用我们今天熟悉的例子就是说 我发布了微博 我发了朋友圈新动态 是吧 那么我关注了微博 我加了朋友圈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和事件相关的两种行为 触发和注册 那么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说事件触发了 这个时候会通知所有的关注该事件的订阅者 我们就像发了一条微博 所有的人关注该微博的这些讽刺 我们都会得到通知 看到这个微博 那么想在事件发生时被通知 就是订阅者 必须注册 以表示关注 那么我关注的微博 这样表示我是个订阅者 我必须要关注 当有新的动态的时候 我才会第一时间被通知到 那么就是和事件相关的两种行为 以上我们讲过的这些抽象的概念 用程序的语言 我们如何来解释呢 事件发生时通知订阅者 其实呢 就是调用订阅者注册函数 或者说调用订阅者的某个方法的一个过程 所谓订阅者 其实就是对象 那么在我们程序里 一切皆对象是吧 注册呢 就是告诉发布者 当你事件出发的时候 调用我的哪一个函数 告知调用函数 或者回调函数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注册的过程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事件声明的语法 当我们看到delegate 这个第一行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委托吗 没错 这就是委托 因为事件出发的时候 其实就是调用一系列订阅者的注册函数的过程 我们之前讲到过 委托其实可以持有一系列相同签名的这些函数 反过这些相同的这些函数 既然你要调用函数 那么这些函数和委托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 怎么样的联系呢 我们现在就往下看 当我们要声明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问的关键字 并且我们调用的函数 就是委托当中可以持有的这些函数 那么这个事件的名称 就是后面这一部分 我们这里是new dog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宠物商店 那么我们很多顾客 那么想要买一只宠物 买一条狗 买只猫 是吧 他们希望在宠物商店 有货源的时候 或者小狗狗出生 小猫猫出生的时候 通知他们 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事件的方式 也和我们设计模式当中的这种观察者模式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本质上是相同的 那么就是所有的客户都是一个观察者 我们宠物商店有新狗狗的时候 这个事件其实就是被观察者 新狗狗它其实是一个成员 这里其实定义了一个成员 或者声明了一个成员 当这个成员有这一行代码的时候 那么这个new dog会被影视的自动的值 默认出世话为空 好 那么事件订阅的语法是怎样的 我们之前定义了一个new dog的事件 这个事件会加等于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注册的方法 那么取消关注的时候 就是减等于 它只有这两种方式 要么关注 要么取消关注 就像我们的微博一样 当然微博还有评论是吧 我们这里只有两种 关注 取消关注 那么这些方法可以是哪些方法呢 可以是实力的方法 可以是静态的方法 可以是匿名方法 还有我们之前学的lambda表达式 非常的灵活 这就是订阅和取消订阅 事件触发 那么当事件触发的时候 我们需要检测一下 是否有人关注它订阅它 那么当我比如说 宠物商店来了新狗 我想给所有的想买狗的这些订阅者 也就是这些客户 发一个短信 那么我首先要看一看 那是否有订阅者呢 如果它等于空 就是没有订阅者 如果不等于空 说明有订阅者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 事件的这个名称 加一个括号 好像在调用一个函数 其实这就是事件的发布 在通知所有的订阅者 这个事件发生了 然后调用这些订阅者 他们在注册的时候 告诉发布者的那些回调函数 就是事件触发的过程 那么我们看看图示 事件呢 我们看到和委托有千丝万缕联系 其实呢 它就是可以理解成一种封装的 受限制的委托 委托有更多灵活的操作 但我们事件只有关注 取消关注两种操作 其实事件就是对委托 进行了一种封装 委托当中保存着实际的那些 订阅者注册的函数 那么当事件出发的时候 其实调用的也是委托当中 持有的那些函数 通过我们具体还是宠物商店的例子 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我们比如说是狗狗吧 那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委托 类型 这个委托类型 比如说是 Ward Andular 定义一个委托类型 定义了这个委托类型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委托类型的基础上 定义事件 Event 首先 然后是委托类型 这个Andular是一个类型 这个Event定义的 这个是一个成员 然后呢 New Dog 定义了一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 什么时候发生呢 我们之前记得啊 每次这个Dog 构造函数的时候 我们有个静态的数据啊 会加加就是多了一条狗 那么每当宠物商店 有一条新的狗产生的时候 那么我就会判断 有没有订阅者首先 有没有人想买狗狗 没有人买 那我就没必要通知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狗狗 出发事件 通知所有的订阅者就完成了 事件定义也就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定义客户了 那么客户 他的注册函数 必须是刚才我们委托当中 声明的这种方法类型 返回wide 没有任何参数 当然你也可以加参数 好 我们这里定义一个客户的类 这就是客户 客户里面我们假如很简单 什么都没有 是吧 声明一个方法 返回至wide 叫做want adong 想要一条狗的方法 然后 当被通知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 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就说 great 我想去 I want to see new dog 当被通知到的时候 就会调用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订阅者也有了 发布者也有了 发布者事件触发的代码 事件触发我们看到 上面 dog 这个dog在这里 事件 声明也好了 事件触发的代码也好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再 进行模拟 先定义两个客户 ce renew client 一个客户 client cr renew 还有两个客户 甚至又可以成天上万个 如果我们生意很好的话 有很多人想来我们商店买狗狗 就有很多的客户 这个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会发生 只有客户 没有狗狗 对不对 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是当我们宠物商店 加入 dog 新买了一只 叫做小Q的狗狗 这个时候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两个客户 会不会得到通知 如果得到通知 那么他们的注册的函数 就应该得到通知 发现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注册呢 我们这里有了客户 但是还没有注册 注册我们注意这里 我们看一下 这个事件我们应该写成静态的事件 delic 也就是说当没有狗狗对象的时候 这个事件也是可以成立的 new dog 我们怎么样订阅事件呢 加等于c.wantdog 是吧 dog.new dog 加等还是注册啊 c2 两个客户想要狗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 当一个新的狗狗产生的时候 发现 great I want to see the new dog 对吧 说明新的客户被通知到了 那么这就是事件 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察者设计模式 实现的过程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